歡迎來到今集的交易現場 今天邀請了兩位投資的顧問 第一就是一個投資了富士很有經驗的 而變成了大閘蟹的硬硬投資者周家豪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大手持有Sony所有相機 而每一次他有新股牌的時候 他都會第一時間去搶的Colin 大家好是新機 新機 sorry 大局有一點令人振奮的心態 特朗普這個發言特別厲害的一個總統 他宣布了富士真的會 他給了一大塊錢 讓富士可以做一個COVID-19 即是我們這個肺炎的疫苗 同一時間除了富士之外 在柯達方面都有同一樣的計劃 兩位投資者有什麼意見呢 鑑於柯達最近將核心業務 菲林業務賣給中國公司 也有鑑於中美貿易戰 本身來說市場都不太看好 柯達這隻股票 由他的高位兩個多 曾經一度在盤後 跌落到9毫子 也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誰會想到 睡醒一覺發生這件事 通常睡醒一覺賺到錢的 都是不清楚的人 我想真的很難清楚 你看到盤後的交易 由最低位的0.983 5.1元 5.1元 一共升了多少倍呢 在這裏看 就是由5日前的中位數 升上去是2千多倍的 但是如果嚴格來看 最高價錢的交易應該是60元 如果這樣計算 應該是6000%的回報 是不是6000% 那譬如說 以現在Canon等出機的持有人 以3萬來講 他應該是賺到180萬 差不多 理論上差不多 如果他做了槓桿的話 會是不一樣的 不過應該這個世界 沒有了一層樓回來 有的 有些睡不醒的人 會買了忘記的 應該有些 只有那些人才可以過渡到 心理慣後 我們分析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假設Joey在九毫子那裡接了貨 因為誰放了 就是我放了 因為我看不好 是因為賣了 賣了去中國 賣了 阿達還可以做些什麼 沒想過 賣了給Joey Joey在九毫子那裡接了貨之後 一覺醒來了 已經睡著了 就變了八個多 八個多錢 也賺了八倍 八倍 手手手 我就走了 走了 那你後來就發覺 咦?一路升星 幸好走了 幸好走了 誰知你又再睡醒 又半天開心的 又半天開心的 對 誰知就 笑著入夢 那就29毫了 29毫再看一看我的視線 又睡著了 混蛋啊 混蛋啊 其實 這樣抽上去 如果很幸運 就像我這樣 就可以睡足兩天 那就不錯了 應該 其實我這一下抽上去之前 我想我會在這裏高追的 打算不再追 哈哈哈哈 年六十元追了 對啦 誰知仆街 劈一半回來 三十幾 剛剛回到47 就叫做 心就扭著扭著 跌了三分一 我想說這些走勢 除了高科技股之外 很少想到那麽傳統的股票 都會有這麽情況出現 他很多年前 他現在是股科技的 他現在是疫情股 現在變成了 當是涉足了 那現在他們兩間 無論富士也好 Kodak也好 都是一些chemicals的科研公司 喂 但是呢 我們作為亞洲人 聽到當然是這些利好消息 第一時間想到富士 對啊 富士升職 然後阿侵侵還要泵水下去 那肯定有了 是不是 對啊 那都要提到的 剛才阿嘉豪說的 這個就是市後的時候 就是那個交易的高低位 正式 Codec裡面 譬如說在股價裡面 正式顯示到的 其實之前一直都保持著 大概是兩個多 左右 升到最高位那一刻 其實都是三十八塊左右 不是 你怎麽看 四十四 每天是純粹股市 純粹股市上面的實質數字 那大富士相對來說 喂 Donald Trump講完話之後 是扯了上去 很快回來了 都不知搞什麽 現在是不是 是不是歧視 我們這些黃種人先 不是 可能是 可能因為代理拿重貨 但我又想問一句 之前不是說 Codec它的業務 不是買了給中方的 一間都是做膠片膠卷的醫療公司 那其實會不會 大手持有的這一批人 其實都是中方的人 然後再一次過搶起它 都不會的 你看一下交易那裏 那裏 太陽屋那裏就是盤前 就是盤前 月亮就是盤後 那你見到主要的交易 其實都是盤前的 就是說都是一些專業投資者 但是哪個地區都不知道的 不是的 這間熱淺其實只能夠是華爾街的 等等 這個太陽和月亮是說 我們這個地區 還是美國的市 那當然是美國 這個美股 那這一批 美國睡覺 這班入市扯進去的那班 就是我們這些亞洲人 對 但是由這個燈之後 扯進去的這一批就是美國人 應該就沒有什麼懸念了 就是那邊日照的人 應該說是 對 就是他就看著我們亞洲區 就在那裏煲起了這一條 之後另一條 對 他就終於睡醒了 就是客人的 就是白人的 就扯上來 不是 我現在不太明白 為什麼 富士睡著了還未醒 明天醒了 明天醒 兩天 那Colin是不是現在要追進呢 應該 以相機來說 就未必會的 今早吃飯都吹了一段 但是吃完飯之後 就是這樣 那你可能吃飯的前景好了 那我明天吃飯的 午餐的情況 明朗一點 所以 應該明天就會有不同的境界 是不是當我心想吃飯 說錯話 不可能是因為富士本身 在東京那裏上市 那你知啦 國際金融中心不在東京的嘛 嗯 對 所以那個上市的地坊 很重要的 笑名而已 希望 希望 這個重要的身份 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富士就不聰明了 如果他懂得在香港上市 那就行 對 我們這裡有 國泰文安法 不升了 有鬼了 對 有代理幫忙 推一推 看清楚顏色 紅色呢 是代表升還是跌呢 這個要在不同文化有不同意思的 哦 紅色代表前進嘛 是啊 記住向前 是啊 那今天 想問兩位有沒有遲有 剛剛以上所談及的股票呢 有啊 發了啦 沒錯 就不會在這裡說話 不會告訴別人 是啊 那要說一些命責聲明 以上 瓜斌是金管局和辭政人 沒有辭職的辭職人 以上 台北的結合性產品 並沒有抵押品 如果發行人 無力償還或者違約的話 投資者可能沒有發發 收入全部或者部分的收入款項 企業性產品的格格 可以急需及急別 投資者有機會蒙受投資的全盤線失 而過往的表現 也都沒有代表將來的指標 所以投資者應該要參與相關的上市文件 狀況風險評估 以及尋教專家的意見 就不是我們了 好,謝謝兩位 好,謝謝